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我们航天学会的发言地 也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没什么人知道我们这个地方 原来是藏了这么多真品的 我介绍一下我们的中国航天英雄 杨理伟给你认识 他陪伴了我们十几年了 2003年一直到现在 可能我和学校的关系都比较密切 我也是一个很积极的旧生 学校就给了一个厕所里面的士多房 让我去摆东西 还有就是当年我们搞航天训练营的时候 中国国家航天局 送给我们的一张香港的卫星图片 这张其实也很难得 因为全香港只有两张 一张在礼宾府 当年我们的特首董建华收藏了 另外一张在我身上 但是我也很珍藏它 只能放在我们这个秘密基地里面 是 小朋友听着了 你要拿这支火箭 就这样放下来就可以了 接着就过来 打气 打到它爆 不够力 哥哥背帮你手 我叫雷建全 就是一个航天迷 也是香港航天学会的会长 很久很久之前 应该是人类登陆月球 那时候 1969年 我在家里看着 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太空人 踏着月球表面 哇 觉得很夸张 但那个年代 香港连太空局都没有 不要说登陆月球 根本你做太空人 对我们来说太空人太遥远了 直到有一次 在一些航空训练 砌一个飞机的模型 谁知道被我砌过模型的时间 里面有一张海报 我打了一张海报 他就介绍 美国有一个叫做 Young Astronaut Program 就是少年太空人的训练计划 因为我觉得挺特别 写了封信过美国 我打算射沉大海 谁知道他真的封了封信给我 就叫我在香港成立一个训会 他就会定期寄一些资料给我 就是说航天的历史 美国的登月计划 太空站等等 因为这样 就借助了这一间航校 就是我的母校 介绍那些航空和航天的活动 其实慢慢躁躁躁躁 就到了1992年 就正式搞这个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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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很好精力 老人家没什么精力 跟他们玩很累 不过又很开心 1994年 我就带了一些学生去美国 那时候有一个叫做 人类登陆月球 25周年纪念的一个营 我又有机会 真的跟曾经登陆月球的太空人见面 他又签了个名字 拿了一张照片 你想想 如果普通人都会认识太空人 但我可以跟太空人联络 他们又送一些展品给我 甚至乎邀请我去参加 真真正正的太空人训练 我想这就是一个收获 而这些收获是很另类的 我敢说你 香港有哪一个人 能够去到中国的航天训练中心 发射基地 又可以去到俄罗斯的太空人训练中心 又可以去到美国的那些训练基地 我相信少之又少 分分钟只有我一个 我也很感谢学校的 如果无论我们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 这件就是神州六号的太空人训练服 当年在香港有一个航天展览 其中一个展品就是航天训练服 结束之后 我又很大胆问他 国家航天博物馆那里 可不可以送一件给我 他说送给你不是不行 不过要有条件的 我问什么事呢 他说第一你一定不可以穿 为什么呢 他说话实话 你的样子真的有点像杨利偉 如果你穿着这件衣服出来 引起什么骚动的话 他承担不起 六十二十三分 沉舟五号 在来蒙古主着陋场着陆 完成任务的 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偉 自行走出了返回舱 人生的主要 我想最主要 就真的是杨利偉升空 中国第一个太空人一升空之后 就完全改变了 我敢说 我都说 没有杨利偉 就没有人认识我了 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偉 在香港国际经济上 立刻受到在场等候多时的 大批香港市民的日期 在香港各界为他额色的欢迎 星期二早上也到艺术学校参观 并与学生进行交流对话 突然之间香港好像疯狂 对这个航天疯狂 很多传媒介绍 然后在网上去找 他猜不到 有一个叫香港航天学会 平时没有人关心我们 平时都不会想到航天学会 突然之间因为要接待航天员 第一个就想起我了 叫我安排小朋友去接待杨利偉 我记得他来那天 我们找了 也有百多人去接待杨利偉 有些传媒的朋友 就找我了 我记得杨利偉来香港那几天 打电话给我的人 一个接着一个 我只是找了电话费 我找了四千多元 现在中国的航天法治得很好 所以有很多学校找我去做广座 有些小朋友 有些人就当我们偶像 又找我们签名 最早期的应该是在2003年 我记得有一家在彩云村的学校 我去到那家学校的时候 因为有些小朋友 听过杨利偉的名字 没有见过杨利偉的真人 他在课室的外面 就见到我 他就说 杨利偉来了我们的学校 就是这样开始 很多小朋友 大人都叫我做港版杨利偉 你自己说你自己像不像 我就觉得我不是那么像 不过很多人都说我们两个像 我又不介意 认我的时间 他起码记得杨利偉 互相帮助 就说了 看着港版杨利偉 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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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真的初初不知道 我当时知道 我们可能分开了 不会在一起 太夸张了 一个天文数字 不要说这么多年前 就算现在来计算 那个数目 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你说很支持 我想不要说他 我想一般人都不会很支持 因为我们又不是说 家里很富贵的话 我也想不到有什么理由 他会支持我 你要花很多时间 很多精神去搞活动 准备那些课程 那你自然就会冷落 所以他没有放弃我 就算是支持 所以他没有放弃我 就算是支持 这是第一个国家 在北部的国家 你好 你好 你可以透过这个画面 现在大家见到我了 是不是 我会问几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 我也是他的学生 他搞一个 那个叫什么 什么班 寒天导师班 寒天导师班 其实我是他一个学生 我就是想知道 其实我想由零开始 看看他是做什么 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时间 就是在台上 讲话那种 台风 为什么我会下去听 其实我对太夸 不是很有兴趣 但我想听他讲话 我女儿也有跟我上 航天导师班 也有试过帮我去 航天展览 帮我去做道赏 另外太太的儿生 她也是 她也一起去上 航天导师班 又一经常帮我 周围去讲 教航天班 她帮很多 我想也算是 我的得力助手 现在 现在 不觉不觉呢 我们CSK的航天学会 来到今天来说 七年了 都很快去 其实航天学会 就不是靠一个人去运作 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 帮忙 我们才能运作 相信 当然也有些旧生 有些同学 可能见过他 Ronal 也是我们的旧生 帮忙 一个星期 你说会放多少时间 到航天 行会 没有敌 可能真的 每天都会放 对 其实 基本上 除了航天之外 我们平时都没有什么联络 但是 现在要见面的时候 通常都是回到这里 这么多年来 我见到她的时间 都是这间学校 我相信 其实她的未来 还有一些疯癫的大计 我也希望她成功 我想有些人 会觉得我是有副傻劲 对吧 不过我又觉得傻得挺可爱 人生没有多少个十年 你花几十年 下去这个行业的兴趣 到陶来 你差不多 你自己知道 你根本是不可能做到太空人 你说你还不是傻 所以他们形容是没有错的 是吗 你还不是固执 真的是没有错的 Happy Birthday to us 都要吹 好 生日快乐 你问我为什么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喜欢 就喜欢 你想想七八万人里面 我有一个什么 一个小人物 一个小人物 住公屋而已 一个孤军作战的情况之下 由零开始 做到今天 我想如果香港 你说你对航天有兴趣 你没什么可能不认识我 感觉都兴奋 因为我们看到 这么多年里面 我们也训练了很多同学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同学 跟我去过日本那边受训后 他的兴趣很浓厚 他当时来说 他已经说我立志成为香港的第一个太空人 不过后来都没有再在航天那边发展 所以我也觉得 遗憾有一点 就还没有一个太空人 是当年跟我学过航天课程 一、二、三 一、二、三 这班都是慢一点 都没有这些太空人 都没有在航天中 都是新闻的 做人和大量的 做人和平均留员 只有您会训练 在航天中 小张